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袁崇焕及宁远军民凭尖程力炮 打败了斗兵十三万打云 将马背上的皇帝无耳发射一炮封了架 即使他愤溃而死 取得了宁远保卫战的辉煌胜利 但袁崇焕清楚地知道 摆在他面前的 将是更为激烈的战斗